KK便利超市是流年不利 被那个袜子风波搞得鸡犬不宁 最近呢 连续有人往KK超市扔汽油弹 企图纵火 就让这个风波进一步升级了 第一宗汽油弹事件是发生在霹雳州的美罗 接着是彭亨的关丹 昨天还有第三宗扔汽油弹事件 地点竟然是向来种族和谐的沙拉越古进 那根据古进警区主任阿斯蒙助理总监的说法呢 沙都路段KK便利店 昨天被人抛制汽油弹 庆幸的是呢 没有酿成大火 只是烧掉了这个商店走廊的矿泉水跟盒子而已 那警方现在是根据刑事法电435条文 蓄意纵火来展开调查 阿斯蒙也提醒民众 不要采取超越法律限制的行为 沙拉越执政党图保党的署理秘书长 兼沙都区轴议员一步拉新巴基 他就说 暴力行为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以被接受 更不应该发生在沙拉越 沙拉越的特征就是多元社区的团结 那这一次的袭击事件前所未闻 也从来都不是沙拉越的文化 他呼吁警方要采取严厉的行动 也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遵守法治 让警方继续调查此事 别乱猜测 还有擅自行动 那现在已经是第三间KK便利店被扔汽油弹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就认为事态严重 他呼吁首相安华要召开国家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 采取紧急措施来防止这些暴力事件升级 避免任何煽动愤怒情绪的行为失控 然后危及到我国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和平还有和谐 林冠英批评乌亲团在元首发出预例之后 还是继续号召抵制KK便利店 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所以联邦政府必须介入 林冠英还提到 沙拉越是我国对宗教最宽容的州属 向来多元族群都是很团结的 更是KK便利店老板的家乡 那连沙拉越都有人袭击KK便利店 那么对KK超市 KK便利店而言 已经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了 那林冠英就呼吁政府要介入 而国家团结部长艾伦达干 和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莫罕默那因 今天他们是发了联合文告 他们就警告大众 不要再煽动这些种族课题 不要再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文化的马来西亚 引发社会紧张 两位部长强烈谴责 所有威胁到人民和谐的种族和宗教争议事件 他们认为这些事都是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所引发的 那另外针对第一宗发生在霹雳州美罗的汽油弹事件 警方目前是已经向七个人录取口供 包括便利店员工以及公众人士 打巴警区主任穆哈默那因说 干案的人还没有抓到 警方目前还在鉴定嫌犯的身份 同时警方也会加强所有KK便利店的巡路工作 避免类似的暴力事件再度发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